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回到货店买啤酒,被老板鬼仔达说中心事,阿银向鬼仔达坦诚第一次失恋,鬼仔达借机向他推荐中国古拳法,原本不相信的阿银见到鬼仔达一掌就打烂桌子,如此功利使阿银坚信不移这套拳法,立志要保护阿力愤而学习全套功夫。 鬼仔达自称魔鬼筋肉人其实本来是个武术家,但在过去一场终日大战被打断腿,从此隐退江湖变成普通的瘸子,后来开砸货店为生在招牌上挂着诺夫救星4, 自,令自创中国古拳法传武工作,借着人人有功练的筹款箱,自称要到中国大陆传播武术为名,向习武者收费成为诈骗分子,阿力在停车场上被黑熊调戏,戴着加飞猫面具的阿银见状相救,黑熊意图揭开面具将阿银打个半死,蒙面阿银居然成功使出鬼仔达虚构的绝招,无敌风火轮,将黑熊摔成重伤消息很快传开整个中心,阿力误以为蒙面加飞猫是空手道部大师兄,断水流, 绰号断水流大师兄,因此打算以身相许,阿银眼睁睁看着心上人阿力被大师兄夺走,愤而拿到要挟鬼仔达陪他去精英中心发出挑战书,正准备离去时两人看见大师兄徒手打败中心,里的格斗技部门全部社团主将,阿银反悔要烧掉挑战书被大师兄与负责人预见,大师兄认出鬼王达的真实身份,并羞辱中国古拳法,被激怒的鬼仔达 所以代替阿银向大师兄挑战,并要求一个月时间进行地狱式死亡特训,双方就此答应并举办一场记者说明会昭告天下,大师兄调查了地狱式死亡特训,所谓的地狱式死亡特训竟然是吃火锅? 与比基尼辣妹嬉戏唱,KTV不知其所以然,树不知原来鬼仔达运用的是心理战,制造假象七敌使大师兄未战先妾,虽然大师兄一直宣称不未战,在擂台赛上第一回合始终不敢轻举妄动,主播没什么话可以说,第一回合乱念一通金庸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,讲得精彩万分谁知书居然掉了,只好改念金平梅十分兴山色,惹得大师兄差点发飙教训主播,第一回合后来顺利结束,第二回合 鬼仔达运用声东击西捣乱大师兄,一直乱丢东西直到东西都没得丢,大师兄回过神来要给阿银最后一击时,比赛中途进广告阿银逃过一劫,第三回合,阿银锁住大师兄撑到比赛结束,恼羞成怒的大师兄而攻击和金银,台下的四个门派各掌门看不过去,纷纷挺身为击大师兄阿银眼见事态严重,利用幸运轮向大师兄使出无敌风火轮,直到幸运轮高速旋转至解体为止,最后大师兄的虚张声势被阿� 阿银识破后重伤倒地,而阿银亦因此赢得阿力的芳心 记得关注再走哦